來 我們請教一下廖玉華老師 什麼手面相在事業上是獨具慧眼 我們現在是從面相的特徵 來看我們一個人 在事業上的一個能力 那首先我們先看眉毛 眉毛就是要眉清而起 根根見底 什麼叫眉清呢 就是你遠看的是一條眉毛 然後但是你近看 會根根分明 看到底 因為如果眉毛太稀的話 你會看到肉 那如果眉毛太濃的話 它會太雜亂 那最好就是這叫清秀 眉清目秀的清秀 眉清的這個意思 然後這個是代表你的觀察能力 跟你的計畫能力 那你觀察能力足夠 觀察力強 計畫周旋的話 其實在做事業的方面 你就會有一個整體的計畫 通判的計畫 然後就可以對你的事業 去做出一些規劃跟一些 包括你的觀察 觀察別人 觀察同業 觀察競爭的對手 然後大概做出我們自己的改良 好 那再來呢 所以就是觀察力強計畫周旋的人 就是看你的眉毛 再來我們來看 看眼睛 眼睛叫龍 金 鳳目 要炯炯有神 那基本上只要有眼神的人 他就有企圖性 眼神很強的人 有的人眼睛就是有點像 半歲半歲 那種就是比較沒有企圖性的人 有企圖性的 你看他的眼神 一定是非常有力的 然後再來什麼叫龍筋 龍筋其實我講的比較白一點 龍眼 我們看我們的 我們一般吃的那個龍眼 是黑得很大 白得很少 像 眼睛那樣 對 眼睛 那像那個彩提的眼睛就是 這可能有放大片的效果 但是他的黑眼 黑眼珠很大 而且什麼叫鳳目 鳳目就尾巴 眼尾要有點上揚 那他的眼尾是上揚的 那這樣子的狀況就是 他的目標目的性比較強 行動能力也比較強 所以你看準了 所以我們會說這是會眼獨具 然後目標明確 看準目標你就坐下去 然後坐下去你就會往前衝 而且企圖心想比較不容易放棄 所以我們說龍筋鳳目 而且你要炯炯有神 那在事業上的能力也是很強的 再來第三個我們來看耳朵 耳朵要雙耳伸張 但是不到招風耳 我沒有 像我們芸汐的耳朵就有一點張開 那耳朵我們要 除了雙耳伸張之外 我們要耳闊分泌 那耳朵是看腹彗 看浮粉 然後耳闊就是 外面叫輪 裡面叫闊 耳闊就要看你的堅持能力 跟你的堅持度 那如果是很硬QQ的 那就表示你是耳朵是有力的 那如果是軟的可以折進去 表示你耳根有時候太軟 折進去 對 這樣有點太軟 折進去哪裡 就是整個裡面 它可以折進去的 對 就是軟到它可以折進去的 對 耳朵硬跟耳朵軟有差喔 對 它最好是要有彈性 妳是軟耶 我也軟啊 妳是耳朵軟 妳是臉上不成人 人家跟你講什麼 妳都幹嘛呢 其他都聽進去 OK 那所以這是 如果耳闊它是比較硬的 然後比較明顯的 它表示它 基本上它增強求勝 那有求勝的慾望 有求勝的心呢 它對很多的事業上面 它不服輸 不服輸的人就會堅持到底 好 堅持到底呢 所以呢 而且呢 妳這樣子呢 耳朵它是比較往外張的 它比較有好奇心 比較有創新的能力 對很多東西 像包括像剛剛彩提說 那些東西 可能呢 她會在想說 有沒有什麼更 跟人家不一樣的 在別人相同的裡面 相當的東西裡面 然後求心求變 求出一點 同中求意 然後我們就是這個特質 例如說材質的不一樣 或者是它方向的不一樣 或者是它 它可以做什麼裝飾品 或者是它 可以把它放成 變成禮物 像我自己可能 我每年的聖誕節 我都會去買情趣用品 因為要交換禮物 情趣用品 交換禮物很好用 送給妳的姐妹濤 送給我的姐妹濤 因為這個就是 我們交換禮物 會有一些就是 惡作劇禮物 那那個就是當場 大家打開來就是 很有效果 有那個好禮物跟壞禮物 對 我們還會投票 然後什麼好禮物 第一名有什麼獎品 壞禮物 最沒有創意的禮物 它有什麼懲罰 那為了避免懲罰 我們都要有創意 那創意就是情趣用品 每年都要去看 不同的情趣用品 所以這個也是 就是大家怎麼很想得到嗎 大家都很想 很想抽到 然後私底下交換 對 包括所以 妳說的我都看過 然後其實我看過 更貴的有六千多塊 對啊 對 是喔 對 好 交換禮物 真的送這個 我覺得大家都很想收到 對 每一次 對啊 又不是我買的 是人家送的 對 自己買會有點羞恥 然後他自己買有點羞恥 就會害羞 就買那個都害羞 那問題是 回家還是要試用一下 對啊 放在那邊也可惜 然後明年再拿出來交換 這個是 有衛生疑慮的 是不可以交換的 對 所以我們說 那個耳朵呢 如果有這樣子的特質呢 他就是會比較創新求變 那每年可能聖誕節 我們就可以找 不同的聖誕禮物來交換 所以這個也是不錯 那以上呢 就跟大家分享 蔡提 說經營副業有聲有色 經營準備好要做 破譯的生意了 破譯是預期啦 預期希望今年年底 可以到達 那我的 其實這是我第二個副業 我第一個副業是餐飲 那我現在第二個 這個是我的情趣用品品牌 哇 今年破譯的話 要賣幾隻姐夫 姐夫 但是因為我先說我那個品牌 因為我的品牌走向是 走那個潮流 就是它是可以 它有男生跟女生的情緒用品 但是它放在家裡是很好看的 很好看 對 可以怎樣 可以擺出來的啦 擺出來 它的外型 插電會亮 或者是 燈小燕燈 你可以小燈 點上精油會有香氛 可以聞的 它的外型就是很漂亮 不要有手勢出來 對 不要有手勢 我不要有手勢 就是外型很漂亮 然後也可以當禮盒送人這樣子 然後我們的那個材質 也是用醫療等級的 所以我們的單價比較高 也所以因為這樣營業額 才會比較高 大家不要想得那麼誇張 現在姐夫要多少錢 我現在主推的這個產品 是電動的 不用自己手動 電動 好 再見 男生電動的 所以我們的售價是差不多四千 四千雛頭 所以是定位會在比較高的 它那個電動 我這個震動 那個震動 也很好耶 不過你這個六個 人那個電動 人那個震動很久 一直打電話就會震動 那個就像一聲兩聲 好像第一聲 第一聲 你就是想要給它電 對 我們的是可以 那個360度旋轉這樣 是喔 對 然後又可以吸 吸筍 就是它的真的是 還可以吸筍喔 對 什麼叫吸筍 對 非常行動 對 非常到位 篤林哥好會演姐夫喔 不要再歪門 不要再歪門 因為其實老實說這個市場 為什麼當初會想要做 這個市場在台灣 台灣自己的品牌並不多 對 然後因為隨著社會 慢慢地進步 我要大家思想越來越開放 這個市場 我先問喔 只會越來越上升 叫妳說 叫妳賣這個 妳就會覺得 不是 其實我們做什麼 無論是代言或者要當老闆 妳一定會先去試嘛 對 妳真的妳敢試 才能說好嘛 對 應該不懂 對喔 這個 對 妳這樣太漂亮的女生 妳不會覺得不好意思 不會覺得怪怪的 應該說一開始的時候 大家都會覺得 很 覺得說這個東西 是不是很非常的心三色 然後怪怪的 但是其實 它其實是健康用品 是健康用品 而且因為我為了 要去做這個品牌 我還自己去學了 只是學 妳沒有試用一下 妳不然怎麼代言呢 對 重點是我還先去上課 我先去那個性學協會上課 然後考執照 性學協會 對 然後 要學什麼 就是考 學性領域相關的 就是我們人的身體 所有相關 跟兩性 性別 比如說穴道啦 構造啦 是不是 對 都有 都包含在裡面 對 然後我去上課之後 然後才會去更了解 才發現原來情緒用品 其實它真的是一個 很健康的東西 因為我就發現 很多在性上面有問題 或是有一些需要被解決的人 是很需要情緒用品的 不管是在婚姻 或是情侶之間 如果大家都滿意了 心情都放鬆了 可以減少很多社會的 紛爭 對不對 對 對 所以其實這一件事情 是一件很正向 而且是幫助大家的事情 只是亞洲的刻板印象 太嚴重了 對啊 所以我會覺得 比較傳統保守 可是現在慢慢 其實大家慢慢越來越敢 去談論這件事情 可是我們現在有時候 你看喔 像我們這個網路上 我們有自己開商城 賣東西 廠商寄好多來 寄什麼來也要趕快吃 寄什麼來也要趕快擦 寄什麼來也要趕快試用 那妳這麼多商品怎麼辦 我們會有測試的人員 像男生的會有男生的 女生會有女生 那當然女生的 我自己也會試 對啊 那男生的 可能妳給妳的另一半去試 妳不要想那麼多 因為都一定要測試 才有辦法出 妳不可能沒有測試 尤其這種用在身體的東西 所以去性學那邊上課 就包括構造跟那個穴道 對 了解 他可能拿著 然後按這裡 對喔 你說按肩膀嗎 對啊 怎麼辦 按這裡 按這裡 對不對 妳不想那麼多 不一定要吃 對 妳可以按腳 我們平常拉隊有沒有跳 對 看她來這樣 可以啦 腿子痠 腿子痠也可以拿 腿子痠也可以拿來 不是 那個也太大隻了吧 你是去打 或者有同學 同學 快點試用一下 對不對 去打同學 寫下心得 幫我打同學 好像可以給員工 我們的員工都全部都使用過 對 是喔 對啊 那現在的東西跟以前有什麼不一樣 這種東西不是幾十年前都有了嗎 都有 但是它越來越不一樣的東西 就是功能越來越精緻 然後材質越來越好 就是越來越符合人體工學 就像是男生用的 它裡面的已經是進化到 它的紋路是跟女生的 私密出的裡面的紋路是一樣的 對 所以它是越來越精緻 對啊 有啦 我有一個朋友 有時候我們也會聊天 因為現在女生的話題 也是越來越開放 而且是通常女生 跟女生聚在一起 她說 其實我每天都會用小怪獸 她每天都用小怪獸 她每一個對這個的稱號不一樣 她說其實我每天都會用 有聽過小怪獸還是什麼 小怪獸 小寶貝 小寶貝 對啊 遺葬 不是遺葬 那個是寶貝 姐夫啦 她們遺葬 遺葬是誰吧 遺葬 跟遺葬 和一切 其實這個市場是很大的 你不要想 其實是很可怕的 我看報導有那個什麼 有一些宅男 他們買那個就是 完全跟 AV女優的 AV女優 1比1的 對 然後放在家裡 你說娃娃嗎 對 娃娃 然後她每天下班 就有幾個她的老婆 在家裡等她這樣 她也跟他們一起吃飯 有陪她一起看電視 然後睡覺 高層仔的時候 她也把她放上去 過年的時候 有高層仔多一個人 對喔 對 那個不便宜耶 以前那個